有腻哥不油腻 一个把篮球当故事讲的解说 有这样一个角色球员 他没有犀利的突破 没有娴熟的运球 但他盖过詹姆斯的上篮 盖过库里的三分 山飞过杜兰特 几乎无法防守的跳投 也能在全场打铁的情况下一见封喉 他的名字叫丹尼格林 篮球生涯里 他有着自己的格林童话故事 从马次被裁 到亲自找到波波维奇 说教练我想打篮球 八年的马次生涯 格林所经历的 我们都耳熟能详了 有着打铁无数 球迷戏称的铁铃称号 也有一件封喉 君临天下的黄阿玛之称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 一直伴随在巨星周边 也一直坐稳主力球员的位置 总决赛开始后的前三场球 格林三分出手二十次 指名中四个 但一直是铁打不动的首发 有球迷会问为什么 比赛中能看到的 是格林从一号位到四号位 无限换防的能力 看不到的是高阶数据中 忽然在进攻防守端 跑动距离最多的格林 还有的就是被放空的格林 你永远不知道 他会迸发出怎样的能量 不被放空的他 就是一个重要的牵制点 给球队提供重要的进攻空间 就是这样一个小角色 第二轮四十六位被选入联盟 征战十一年 用自己不停的跑动 和扎实的防守功力力足联盟 并拿到了自己的两枚总冠军戒指 披上胡人战袍的戴尼格林 自己的童话故事还将继续 篮球游泥哥 记得点赞转发加关注哦